我们试图了这条题目 A1就要找VBOY和ABCD这个表面 它们的颜色会去哪里 ABCD是这个表面 然后VBOY就是这条线 同样的原理 就是我们的表面和那条线 找一个位置相交 BBOY点相交 那我们想到V点 那V点究竟去ABCD的哪个位置呢? 其实你发觉是去K的 那即是说 原来我们的V去K 那即是原本是不是VB V变成K 那V变成K 那A1就顺利地完成了 那到A2 那A2就问VB和ABCD的夹角 那由于我们找了一个 就是KB 那即是找VB和KB的夹角 那即是VBK OK 那当然啦 因为其实BK的延伸 其实都是BOY DOCK 那所以如果你写VBOY DOCK VBOY DOCK 其实都不错了 OK 都对的 OK 然后去到POPBOY POPBOY POPBOY 那POPBOY方面 就是找这个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 那首先就是VBC 这个打斜的面 和ABCD 刚才我们的面 OK 这两个面 那同样的原理 我们先找了这两个面 重叠的部分 先 你会发现BOY C 是重叠的 OK BOY C重叠 那BOY C重叠之后呢 我们就要在BOY C上面 拉一个直角上去 拉一个直角上去 那 OK 那解释我们BOY 点出发 你会发现 BOY 点出发呢 它马上就停了 是吧 因为它凸出去了 三角形已经停了 所以B 点出发 你会发现出不了 那同样的道理 C 点出发 也发现出不了 如果你直角拉上去 其实已经离开了 三角形 所以它就会计不了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只可以 在M 点出发 OK 只可以M 点出发 因为你发现M 点 这样拉上去 这里是不是变成MV 是不是变成MV 那我们就可以用MV 这条线作为这条 蓝色面的一条线 然后我们就 下面的Process 跟前面有点类似 那就是MV 在黄色的面 Projection 会变成什么呢 V 变成K 那所以呢 VM 变成KM 那所以我们要的角 就会是我们的V M K OK 那这个呢 Part B 也都顺利地 完成了 这个呢 是 上来摆 不要 Ja 真的 出发 到 出发 出发 3 我 不